地圖資料已經拿出來準備 下車後直奔銷售中心 研究樣品屋模型 廣告文宣你一本我一本 包租公包租婆 現場大談投資金 台客組團專程來柬埔寨掃房 實地勘察不能少 暖黃色燈光讓室內顯得更典雅 透過落地窗還能一覽城市全景 像這種兩房一廳的酒店式公寓 就是柬埔寨金邊 現在最熱的投資標的 租金投包率10% 是台北的七倍 海高居東協之冠 因為在金邊就有5萬名外派員工 房屋出租率達80%到90% 需求高租金自然在高檔盤旋 各國的首都來講 其實這個地方相對 不管是曼谷也好 馬來西亞 基隆坡 其實都相對低很多 以首都金棉蛋黃區來說 每坪均價20萬左右 是台北信義區 每坪動輒150萬到200萬的 十分之一 加上沒有奢侈稅 交易又以美金計價 不必擔心收益會被兩段匯差稀釋 順應東協啟動 柬埔寨房市將大爆發 整個金邊其實住上是一塊大工地 這兩年來高樓一棟接一棟蓋 已經改變了柬埔寨的天際線 光在金邊 今年就批准了超過600個建案 尤其重點開發區鑽石島 歐風別墅林立 就像置身在東方小巴黎 來自大陸 香港 日本的建商 正大興土木 推動金邊房價 去年一年就漲了20% 據柬埔寨國家銀行報告 建築和房地產貸款 分別飆升37%和54% 幅度非常驚人 房產買家其實很多 像日本 韓國 台灣 香港 新加坡 馬來西亞也都有 中國那邊也都有 以購買力最多的 我覺得應該是韓國跟台灣 不怕沒買家 專做豪宅的台灣寶來建設團隊 也跨海和當地台商合作 要在金邊蓋頂級酒店式公寓 連預售樣品屋都免了 先蓋再說 我們的鋼筋結構都是比較台灣 台灣因為有地震 有颱風 所以說相對的 結構一定比東南亞等級高一點 我們還是以照台灣的結構來做 推品質第一 工地四角還裝上攝像機 讓海外買家能透過APP 隨時監看工程 有沒有通工減料 只是這一塊塊工地 建造起來的是夢想還是泡沫 要講泡沫話 可能要再講到十年之後了吧 像中國的房地產發展了 大概十幾年 現在才有炒作 就是有說這個 可能被泡沫化 因為供給樣太高 很多空城 隨著冬邪熱引爆 只會吸引更多外商進駐 業者誇口未來五年 市場都不會飽和 多頭來臨 但也要小心沸騰中的 柬埔寨房市 引爆商機也正點燃危機